董宇辉曾在文章中提到过一个酸苹果理论。 他小的时候,家中承包了一片苹果园,是家中唯一的收入来源。 有一年,苹果尚未成熟,突然天降冰雹,几乎将苹果全部打落在地。 董宇辉捡了一颗,吃进嘴中,苹果又酸又涩。 董宇辉说,那一年夏天,我们家里每一餐每一饭里都有苹果醋的甘甜。 因为奶奶送出了这些酸苹果,在村里收获了更好的人员,后来家里面遇到了困难,村里人都会主动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明明是一件不幸的事,却在奶奶的另类处理却化为一桩幸事。 想起苏氏的一句诗,横看成岭策成风,远近高低个不同。 生活中,凡事都有好坏两面,所持角度不同,所见极不同。 当你遭遇不顺的时候,学会换一个思维,也许就能另辟蹊径,遇见柳暗花明。 看过一个关于马家鱼的故事。 这种鱼平时生活在深海之中,每逢春末会纷纷游至前海缠乱。 这时,渔民只需用网眼粗疏的鱼网中途拦截,便能将鱼群捕获。 外来的游客十分困惑,孔眼如此粗大的鱼网,怎能捕鱼。 原来马家鱼有一个特点,只要认准了方向,便不再改变。 他们哪怕撞上了鱼网,也不会四处逃窜,反而一根筋往前冲。 就这样,一条条马家鱼前赴后继,落入鱼网之中。 仔细想想,生活中不少人也跟马家鱼一样。 明明眼前横跟了一堵南墙,还卯着鲸往前冲,结果撞着自己头破血流, 却不知只需换一个方向,前部便能豁然开朗。 当你遭受阻碍的时候,是选择在困境中持续迷茫, 还是顿悟出新的方向,往往都只在你一念间。 博主安夏讲过朋友李先生的故事。 李先生是十几年前的高材生,大学毕业就入职了一家纸媒工作。 那时候,传统媒体声势豪大,他的生活很是滋润。 可随着自媒体推广开来,报刊订阅量越来越差, 而他的工资也一天不如一天。 窘境之下,不少人都选择转行,另谋出路。 李先生却坚持认为自媒体是小道,根本比不上纸媒来的专业。 此后,他愈发努力地创作文章,写实时热点,写各种评论。 每逢热点,别的网络博主都在各个平台迅速发声, 他还在自真剧着打磨文章。 于是,当他的文章刊登在报纸上时,热度已然消退,无人问津。 没过两年,他所在的纸媒彻底倒闭,而他也失了业。 其实很多时候,不是你的运气不好,也不是生活对你不公。 让你困在死胡同里的,从来都是你不会转变的思维。 就如思想家艾莫生所说,庸人之所以平庸, 就是因为他们的思想过于固执。 人生之中,不要抱着一成不变的思维去生活。 因为总有一些超出你认知的改变,在不经意间出现。 身陷思维的囚龙,你就只能沉溺其中,将日子越过越差。 你是否有过这样的体验? 毫无头绪的难题,尝试逆向思考,当即迎刃而解。 困扰在心头许久的执念,换个想法立马毛色顿开。 翻来覆去想不通的是,换位理解后,马上就迎来了转机。 在棘手的问题,当你站到了更高位的角度思考,也不过是轻而易举的小事。 山海情中就有这样一个桥段,令人印象深刻。 蘑菇种植专家林教授,带领村民通过种菇致富, 但是随着种菇农户越来越多,价格也被菇贩子越压越低。 从最开始三块五一斤,最后跌到一块钱一斤。 看着越落越低的菇价,村民们都想再等一等。 但同时因为大量的仙菇没有及时销售,开始腐烂坏掉。 困境之下,有的村民只能让蘑菇白白烂掉, 有的就让菇贩子用低价买走。 但不管村民怎么做,他们都心疼不已。 看着眼下的收工环境,村民们直摇头叹气, 根本没有其他出路。 林教授却突发奇想,能否延长蘑菇的储存时间。 于是,他从这个角度考虑,提出了建设冷藏库的方法。 最终通过冷库,拉长了蘑菇的销售时间, 村民们这才挽回了损失。 道圣和夫在活法里说,思维是画笔,人生是画布, 人的思维不同,人生的画卷也不同。 想要解决生活中的难题,你就要硬实改变自己的思维。 比如司马光砸钢,既然无法救人离水, 那便砸破水缸,让水离人。 比如乌鸦喝水,乌鸦因为嘴短,喝不到瓶中水, 那就用石子填满瓶子,让水面上升。 一些看似无解的困局,换一个方向思考, 也许就别开生命了。 正如查理芒格所说的, 要朝前想,也要学会往后看,反过来想。 所以,人在预示之时,往往都需要进行多方位考虑。 跳出了禁锢视角的旧思维, 你自然就能看到截然不同的出路。 漫画家蔡志中有过这样一个比喻, 如果拿橘子比喻人生,一种是大而酸的, 另一种就是小而甜的。 一些人拿到大的会抱怨酸, 拿到甜的会抱怨小, 而有些人拿到小的就会清醒它是甜的, 拿到酸的就会感谢它是大的。 生命中从没有绝对的好与坏, 重点在于你从何种角度看待, 你以怎样的思维对待生活, 生活也会回忆同样的蜜糖或皮霜。 作家梅华三栋写过一名小公务员小丁, 小丁素来热爱文学历史, 工作以后, 他因为办事勤恳, 加上文笔不错, 深受领导重用。 领导无论走道啊, 都会把他带在身边, 让他出尽风头。 然而, 就在他志得意满的时刻, 领导却因为突发心脏病过去, 他被视为不祥之人, 很快就被调离岗位, 担任一处古墓管理员。 古墓地处偏远, 先有人质, 起初他也很落寞, 觉得仕途之路就此断送。 但他转念一想, 古墓管理员实在是一份美差, 工作清闲不说, 还不受人管束, 拥有大量时间做自己喜欢的事。 于是, 他开始研究古墓主人的事迹, 并到处查询资料, 撰写相关论文。 没想到他的研究, 受到了国内专家的一致好评, 还发表在了国家纪刊物上。 最终没过多久, 他就被任命为当地文物局副局长, 一步高升。 面对生命的低谷期, 正因为他及时调整了应对思维, 这才找到了新的人生方向。 王阳明说, 心外无物, 心外无理, 世间所有的问题都是心的问题, 心若固执, 只能陷入绝境。 心若通达, 换一个角度看, 得到的就是另一番光景。 学会灵活应对, 事事变迁, 懂得顺势拐弯, 人生才能峰回路转, 获得新机遇。 董宇辉曾讲述过 自己人生的转折点。 三年前, 因为遭遇双检, 他被迫终止了教师生涯。 前路迷茫, 他只好躲回了老家。 在与奶奶的闲聊中, 他想起了那年的酸苹果, 忽然顿悟。 他的知识与口才, 不仅仅只能在课堂上教导学生, 同样可以向网友传递思想。 董宇辉就此转型为主播, 并以独特的文化带货, 红遍网络。 正是他换个视角, 看待自身职业, 这才破除了困局另辟蹊径。 想起宋朝礼尽的一句话, 旧壁之术, 莫大乎通辩。 很多时候, 限制你的并非是当下的困境, 而是你的单向思维。 而当你能够多角度, 多维度考虑, 自然能发现破局之点。 凡是学会换个思维, 人生就顺了。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视频, 不要吝啬你手边的点赞, 你也不妨订阅, 分享, 即在下方留言。 我们在下个视频再见。